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出版了《跟着萤火虫去旅行》的故事绘本 在新北市议员陈一军的媒合之下 将这本绘本赠送给安坑青鬼沿线的五所学校 包括了大丰、新河、安坑、达关国中小和双城国小 希望让小朋友可以透过这可爱插画和趣味的内容 来认识青鬼和各站特色以及安康在地的丰富自然生态 因为每个人脸上都有红红的腮红 在老师的带领下 新河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沉浸在绘本故事当中 这本《跟着萤火虫去旅行绘本》 是由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出版 日前在新北市议员陈一军的媒合下 捐赠给大丰、新河、安坑、双城及达关国中小五所学校 每所学校60本共计300本 透过这个绘本的分享的话 可以让在地的学校人了解 他逗坚到底有什么生态 逗坚到底有什么测试 他在教学上也对学校的教育会比较有注意 出席捐赠仪式的包括新北市议员陈一军 新北市捷运工司总经理吴国际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主任秘书叶任伟 以及受赠的学校校长们 希望透过《跟着萤火虫去旅行绘本》 在可爱的插画及趣味内容中 让小朋友可以借此认识轻轨和各栈特色 以及安坑在地丰富的自然生态 像有一个漂浮安坑 就在新和国小站旁边 那以后还生态安坑 包括萤火虫在哪里有哪些装置艺术 所以非常鼓励孩子呢 透过这段时间 然后免费搭乘安坑轻轨 然后去寻找很特殊的景点的特色 尤其是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就可以倾进轻轨 然后倾进这个公共建设 那同时呢 也可以关怀我们捷运周边的这些在地的地方 透过一个教育的方式 让工程跟教育能够做结合 刚好分成两箱 两个班级的书箱 可以让低年级的小朋友 可以轮着看 让他们能够针对安坑轻轨的各站的一些风光 还有生态这个部分呢 能够有所了解 新北市议员陈宇军也鼓励辖区内的学校 可以带领小朋友乘坐轻轨 实际体验来一趟安坑轻轨小旅行 记者杨邦友 找方琪新店采访报导